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俊逸和世界第三的奈良钢攻大大战三局 第二局打到了30比29 最终2比1逆转对手 暴冷晋级 普兰诺依2比1险胜西本拳泰 晋级四强 阿迪纳塔2比1逆转斯里坎特 暴冷晋级 半决赛中 温红阳对阵林俊逸 普兰诺依对阵阿迪纳塔 两场比赛估计又是打满三局 实力非常接近的比赛 在如今的中国羽毛球五大单项当中 男单是相对整体竞争力最差的 不过在上赛季温红阳的突出表现 一度让球迷看到了希望 但是在本赛季温红阳的状态 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 在他本赛季出战的八场比赛当中 只获得了两场胜利 急需打出好的表现来提振士气 也就成为了温红阳的当务之急 在苏迪曼杯结束之后 超级500赛式马来西亚大师赛 正式拉开帷幕 温红阳在南丹首轮 遭遇到了两届世锦赛南丹冠军 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陶田贤斗 不过如今的陶田贤斗战斗力 也远不能和巅峰期相提并论 两名都处于低谷的球员 谁能够拿下胜利 晋级南丹第二轮 也就成为了此战最大的看点 在比赛开打之后 温红阳事务偏多 让陶田贤斗首局轻松获胜 不过第二局 温红阳连续挽救三个赛点逆转获胜 成为了本场比赛转折点 最终苦战三局 温红阳2比1逆转获胜 在比赛正式开打之后 陶田贤斗打得非常耐心 就是坚持四方拉掉去限制温红阳 落点刁钻的回球 再加上温红阳一上来 没有第一时间进入状态 让陶田贤斗连得三分占据了先机 为了能够尽快扭转颓势 温红阳也在主动加速 想要摆脱陶田贤斗的控制 但急于球成的心态 让其失误非常多 经验丰富的前世界第一 也是越打越沉稳 带着11比7的领先 进入到了技术间歇 重新回到赛场之后 手握领先优势的陶田贤斗 坚持打自己最喜欢的控球打法 让温红阳陷入到了无法发力的状态之中 在机会不是非常好的情况下 强行上手进攻 反而让自己无畏失误增多 陶田贤斗也迅速拉开分叉 以21比13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首局落败的温红阳 在第二局比赛开打之后 打得非常清晰 就是死死将陶田贤斗 压制在底线附近 然后等待对手回球不到位的情况 直接上网完成截杀 打得更有侵略性 也让温红阳一上来 就以5比1压制住了对手 不过在陶田贤斗 加强自己的中后场批杀之后 逐渐扭转了颓势 很快就把比分追到了6平 好在温红阳顶住了对手的反扑 带着11比9的领先 结束了前半局的争夺 比赛重新开打后 陶田贤斗一改自己控制为主的风格 开始主动提速打进攻 节奏的变化 彻底打乱了温红阳的战术部署 很快陶田贤斗 就以20比17拿到了赛点 但顽强的温红阳连续挽救局点 并且以23比21将大比分扳平 措施良机的陶田贤斗 在决胜局抢开局成功 连得2分压制住了温红阳 但是体能的下滑 让其逐渐陷入到了被动处境当中 温红阳很快就抹平分差 并且带着11比9的比分交换场地 比赛再次开打之后 陶田贤斗也发起了最后的反扑 但体能不济 让他的进攻威胁锐减 温红阳也以21比16锁定了胜局 上赛季 温红阳在场上的表现 一度让不少球迷视为了超级单的接班人 但是仅仅过了一个赛季 他的状态和表现就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 希望这一场大逆转 能够让其尽快走出低谷期 女单方面 四名种子选手 晋级四强 分别是世界第一 日本的山口茜 4号种子 中国的韩月 6号种子 印度的新度 和7号种子 印尼的马利斯卡 女单方面 四名种子选手 晋级四强 分别是世界第一 日本的山口茜 4号种子 中国的韩月 6号种子 印度的新度 和7号种子 印尼的马利斯卡 女单方面 冷门相对较少 山口茜 2比0李文山 韩月2比0布桑南 两人将争夺一个决赛名额 新度2比1击败了张义曼 马利斯卡2比0王指宜 两人同时击败了两名中国选手 状态大好 他们将争夺另一个决赛席位 南双方面 世锦赛冠军爆冷出局 四强分别是韩国的江敏赫 徐承载 马来西亚的吴是飞 伊祖丁 日本的宝木卓郎 小林优武 印尼的卡尔南多 马丁 江敏赫 徐承载 今年势头很猛 他们2比1击败了 东道主褚王耀星 张玉宇 吴是飞 伊祖丁表现出色 2比0爆冷击败了三号种子 世锦赛四冠王 阿珊 亨德拉 宝木卓郎 小林优武 2比0台湾的张科奇 百里维 卡尔南多 马丁 保住了印尼男双的尊严 2比0击败了世锦赛冠军 谢定峰 苏伟毅 晋级四强 女双方面 四强分别是韩国的李绍兮 白和娜 郑纳恩 金慧珍 马来西亚的陈康乐 蒂娜 日本的松本麻佑 永元和可娜 韩国女双今年势头最猛 几队重组选手 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半决赛中 李绍兮 白和娜 对阵松本麻佑 永元和可娜 郑纳恩 金慧珍 对阵陈康乐 蒂娜 韩国有望包揽冠亚军 混双方面 四强分别是泰国队德查波 沙西利 苏帕克 苏皮萨拉 中国的冯艳哲 黄东平 韩国的徐承仔 蔡有丁 德查波 沙西利 今年一直都比较低迷 本战比赛终于强势了 他们2比0 倾取中国的希望之心 蒋正邦 魏亚欣 强势 晋级四强 他们半决赛的对手 是三号种子 徐承仔 蔡有丁 在苏杯结束之后 凤凰组合也是稍作调整 就奔赴马来西亚 开启了大马大师赛的征程 混双首轮苦战三局 淘汰了一对美国组合 第二轮 冯彦哲和黄东平 遭遇到了世界排名 第15位的印尼混双德阳 和维德加加 在比赛开打之后 两队组合就陷入到了苦战 但是在决胜时刻 冯彦哲黄东平的表现更加稳定 最终 他们也以大比分2比0横扫获胜 接下来的决赛 有望在中泰之间继续展开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里是谭天说地频道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和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们意义重大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